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编辑TW2的文字方块 这个就是这个,然后它里面字大小 跟什么呢,自动换行,它可能字变大之后会自动换行,可是你要把它取消 另外的话,那个边界要变成零公分,所以主要其实这个地方会有 三个要求 取消,取消的话就叉叉 然后零公分,这地方要怎么做,首先第一个 这个字在这里 所以我的习惯是这样,点击这个文字方块之后的话 再选取它这个外框 选的话,建议是选这个框框,游标不要放进去 点这个框框,OK 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的话,把字放大成24 字怎么放大,你会发现,习惯上还是到常用 这边有个字,字型大小,从这边 然后这个现在是18,把它改成到24 点一下24 不过你会发现,它会自动怎么,自动换列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这个框框,怎么样,框框太小了 如果你拉宽的话,它就不会自动换列了 不过它题目不是要你自己拉宽 不过理论上自己拉宽也可以 但是它希望说你用什么取消 那个换 换列的那个效果,那怎么取消 接下来的话,我们找到什么呢,这个框框会有格式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这个格式里面 就是这个框框本身的设定相关的功能都在这里 那你可以看到,如果你要设定相关的效果的话 有没有自动换列,这边好像没有 你可以找到哪个功能 大小 如果你要更多功能的话,它有箭头 有隐藏功能在这里 点击它 这个时候的话,请各位看一下 相关的七部功能都在这里 包含什么文字选项 图案选项 OK 那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文字 里面的像大小 位置 还有文字方块 等等的 其中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有一个叫做什么 如果你熟悉这些功能的话,你应该一眼就可以看出 如何取消自动换行 自动换行 有没有发现 就在这里 所以从这边 点击展开之后往下找 就可以找到了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打勾取消就可以了 有没有 它就自动怎么样 不会换行 OK 所以大家的功能 不过跟各位讲,以后如果你自己做的话 拉一下就好了 你就不用再找这个 但至少 将来考试要找到功能 OK 那接下来的话 边界部分刚好就在上面 所以边界的话 它现在 所谓的边界就是说 这个字 跟这个框框的距离 预设是0.25公分 那它现在是希望我们这个边界不要 直接就贴起 左边的边界的话 那你就把左边界设定为0就可以了 0 按Enter OK,你会发现 有没有,它完完黏在一起 OK,那就完成了这个我们题目里面的第3 3题部分 第4也非常简单 它说 备忘稿 什么叫备忘稿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备忘稿 在下方的地方 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备忘稿三个字 实际上 你点它一下 它就会跳出来 这个主要就是说你在做 投影片的时候 你怕说有些你要讲的忘了讲的话 你可以把它写在备忘稿 将来 自己可以看到 OK 它说在哪个地方 在选的 的后面 输入几个字 其实很简单 五项产品 而且 它说什么 数字要半形 半形就是你不要切到中复模式 选了五项产品 所以你就直接把 五项 产品 一项 改一下 五项产品 好,这样就OK了 记得它这个是 半形的 你不要变全形的 就OK了 好,那这样的话就完成第3 跟第4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